你看到現在在高位那裏橫行的時間是長了些的 現在明顯是在下跌 不過就是緩慢地下跌 因為有很多聚會 另外那個病毒又是滲入了社區都幾深層 你的源頭不明比例高 自然會有很多你找不到 你剛過了聖誕 聖誕有不少家庭都有聚會 有些人上網的 這些照片 那些不是馬上看到的 你可能一個星期後就開始看到 另外就是要小心 接著就有生命令國家有利 所以真的千萬不要搞一些大型的家庭聚會 或者朋友聚會 接下來大廈兩個星期內有兩個單位確診 一個是源頭不明的話 都要傳動大廈居民驗的 強制驗 怎麼看這個 這個我覺得應該的 因為始終香港很多屋邨都比較密集 密度又高 如果你裡面有兩個單位都沒有什麼關係的 你早些幫那個大廈的市民去驗 就有可能會找到一些受感染 或者它沒有病徵的個案 這個我覺得是應該做的 確認一下 準備好嗎 這樣 我們不用了 還有 這樣 我們不用了